嗨大家好 我是阿美美 我記得前一陣子有跟各位介紹 我用那個6000cc左右的大寶特瓶來種地瓜葉 然後一共種了11盆 那我發現那個效果很不錯 尤其是種在那個屋頂上那邊 長得實在是非常的好 於是我就再接再立 又再種了15盆 我想說多種一些地瓜葉 隨時採就隨時有青菜可以弄來吃 那可是這邊已經都掛滿了 那我想要說這15盆也要掛在另外一邊 那先給各位看我準備好的15盆的那個地瓜葉 這個盆子 那這次我採用的方式寶特瓶是正著重 就是正著重比較不會倒來倒去 所以這次15盆一定都採用正著重 那每盆裡面我就插了地瓜條插了兩條 那現在我就說都種好了 我現在就要準備把它弄到那個屋頂上 掛在那個鐵皮屋邊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來準備把它拿上去掛 我已經把地瓜葉搬到屋頂上來了 種在哪裡呢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邊 掛在這邊 新種的十幾盆都掛在這邊 各位看 充分利用 這應該是充分利用 而且可能日照會比較充足一些 那我就想說在這邊種種看 因為地瓜葉也不是很難長的植物啦 我就說就種在這邊 然後之前種的也是種在算是說另外一邊 陽光因為照射很充足所以長得很好 所以我才有這種念頭說另外一邊也給它種一堆下去 那這樣就多了很多青菜嘛 然後想要採就採 而且地瓜葉也是營養價值很高啊 多種無仿啦 不管你要什麼炒的啦 或是燙一燙 然後沾個醬油吃都是很OK的 我也本身也很喜歡吃地瓜葉嘛 所以我就大量種 在另外一邊這邊也大量種 因為這樣光線應該確實比較充足啦 那也是充分利用空間啦 那各位其實有類似這種環境的話也可以試試看 那影片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頻道請記得訂閱 並將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話也別忘了幫我按一個讚 謝謝拜拜 這是我之前種的地瓜葉 各位可以看一下是不是長得很不錯 因為這邊算是陽光充足 每一盆也都陸續在長 之前的先種的五盆長得更好 所以各位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參考這個方法來種地瓜葉 要不要來 找個一隻 早送到五盆長得更好 我們這邊是 fünf盆長得多一點 然後可以等到四盆長得更好 在四盆長得更好 因為那邊 سے超重